與其等金錢傻系保險箱,不如行線濟勢。 李興華集團主席兼總裁李兆佳 同妻子Kathleen Lee, 捐贈100萬美元給公益組織希望之門, 幫助在巴西迪娜打造第五個遊民庇護所。 為此,該庇護所被命名為李兆佳夫婦自嫁, The David & Kathleen Lee Home, 2026年中期進攻後,將為20個家庭提供臨時住宿。 奠基儀式6天在佛西迪娜舉辦, 洛杉基縣政委員巴格和聯邦眾議員趙美森等官員共商勝舉。 李兆佳表示,他向該計劃捐款因為該組織有成功紀錄, 且87%項目參與者從該計劃畢業五年後都不再無價可歸。 正因如此,他想繼續支持這個組織,令其永續下去。 他不希望錢只放在保險箱中,應該等錢流動起來, 而且流向善舉,這樣善意才能循環積累,變得更大。 雖然他們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但至少能做到一些。 希望有一天,社區將不再有兒童無價可歸。 大家好,我是David Lee。 今天我們這個活動是因為我們支持Door of Hope, 這是一個非資金的組織。 我們這個Door of Hope就買了這間屋, 然後會裝修它,有20個房間。 要知道,洛杉磯有7萬個家庭在外面。 當然很多是不想給你幫忙, 很多是有神經的問題, 但很多都是想有第二個機會, 可以有人幫助他。 很多是單身家庭的家庭。 在這個今日的情況,我們就有個ground breaking。 因為這間屋是最新的,他們有幾間屋的。 最新的屋我們買回來, 然後來做這個新的Door of Hope, 叫做David and Catherine Lee Home。 因為我們李興華非最金城, 還有我們本人是支持, 是個lead sponsor,是lead donor支持這個project的。 所以我們很高興可以幫助到一些。 這些,因為整個問題是太大的問題。 但我們可以幫助少少部分, 起碼會有少少部分。 如果多些人幫助他們少少部分, 加起來我們會有個大一點的impact。 所以我們就今天做這件事。 屆時這裏將改造並確建一萬多呎, 變成河宮20戶住家的場所。 每個家庭都有獨立洗手間、 臥室和廚房區域。 大家共用客廳和餐廳。 當親媽媽Renee將成為這裏的居民, 她很高興自己終於能夠有一個穩定的住所。 而且還在高檔社區Pasadena, 女兒因此變得自信, 亦能夠在Pasadena學區就道。 聯邦眾議員趙美森表示, 她認識李兆街三十多年, 一直都熱心公益回歸社區。 這次她資助建設備護所幫助無家可歸的人, 實在令人感動和自豪。 巴格亦為庇護所提供25萬元的資助。 她表示, 庇護所將成為家庭重建生活的避難所, 不單提供住房, 還包括整體計劃, 如病例管理、心理健康服務、 生活的能課程和兒童活動等。 希望未來不單在Pasadena, 在樂園更多地方都能有類似的庇護所。 我首先想要感謝 David Lee for being a million dollar donor to the David and Catherine Lee home. This will provide transitional housing for 20 families. These are single parents. These are homeless families. And it's going to do so much good because it will allow them to get back on their feet before they can find permanent housing. And the Door of Hope has such an incredible record of making sure that those who are homeless find some way to permanency. In fact, 86% of the people who have gone through their doors have not become homeless again. That's quite a record. 希望支援CEO Megan Katurjian表示 感謝李兆佳夫婦、Pasadena市府 及很多其他主要捐助者当合作伙伴的慷慨解浪 2024年Pasadena有超过75,000人无价可归 无价可归的家庭人数增加46% 因此迫切需要更多的庇护所及预防服务 希望支援过去三十多年 致力于帮助及解决人物问题 希望通过固定的住所 帮助这些无价可归者得到慎心治愈 每个庇护所因为空间有限 很多家庭都在等待名单上 这里届时首要帮助该组织的单亲妈妈们 和其他在面试后确定可入住的人 以上新闻由天下卫视编辑报导